其实是两个东西是同一个 一个是你实体看到它正在转的 可是它却是模糊的 另外一个是透过摄影机之后 过滤出来的东西 它是清楚的 它呈现了一种连续的生命的行为的动作 好 那我称这个作品 骰一下骰一下 那个不是假的 你不要以为我是播录影带 完全没有录影带 是因为它那个电视一直在侦测 所以它不是录影带 它是现场透过摄影机去捕捉 去捕捉那个再转的这样的东西 那我把我冠作的这个角色呢 我把它做成一个连续动作 32个 那还是一样 3D练 现在3D练太夯了 我也赶上这一波 我印了好久 那个俊杰帮我印了很久 把它印出来之后呢 我用一个转盘 那其实我们如果了解动画原理呢 它其实就是跟视觉再没有有关系 它跟转速有关系 它跟你每秒钟要呈现几格有关系 我只是把这样复杂的东西呢 把它稍微的再 稍微转换一下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一个实体的东西 你看得到可是确实不清楚的 你透过了一个 每秒钟捕捉24本的摄影机之后 它重新再现 这个东西该给你的生命的面貌 这个是这个motion print 印象的一个作品的概念这样子 请问前面两位老师在谈的 我是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觉得它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这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动画展览 但是它是一个前动画时期 也是一个后动画时期的展览 之所以前动画时期就在于说 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 大部分所理解的动画 就是快速的影像 就是影像 然后是比较是影像 然后在所谓的前动画 是在于动画之所以发展出来的 成为动态影像的这些物质性的基础 其实已经被我们大幅度的忘记了 就像说在作品当中 我们会看到那个快速的 之前稀释的玩具 或者快速的转移 然后看到马在跑 或者说什么在动 这种 其实那个快速的转动 这件事情的物质性基础 物质已经不见了 然后我们现在在谈的动画 包括海陶莱坞的变形机缸 这些动画全部都是影像 只有影像 我们大部分的理解 对于动画的理解就只有影像 其实我们已经忘记了 在影像背后 其实刚刚两位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十万青年十万肝 这个是由 所有的动画师 用肝去换 用他们的年轻 就是说 之前的这个物质性的基础 在影像时代 它其实是用人力的劳动 就把它撑出来 那这样子的一个 十万青年十万肝 如果这件事情 被忘记了 支撑这个的物质性基础被忘记了 那的确我们就只能去换肝 用我们年轻人的肝 用老师的肝 去换大家在看动画的那个两秒钟的爽 大家忘记了 这是肝换肝 对 然后 之所以它又是一个后动画时期的作品 就在于 它看到的 这些 不管是动态的影像 或者说这些角色 它纵使是以形象的方式出现 但是 它的这个 如果说 它没有这种物质 包括 这个翻转皮尔啦 或者说这些 所有作品 如果你没有看到 那个东西没有在动 那些机制没有在动 那些 那些物件没有在动 你不会说 然后它没有塑造出 造成一个整体的影像 你不会说它是动画 可是 这个动画 这个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机制 看到了每一材支撑出来的这个影像 跟前动画时期有什么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于 我们不太需要 不一定需要人去动 我们不用 它不再是一个机械的时代 它可以是一个 自动控制时代的 一个运动方式 那 在这样一种 自动控制时代的 运动方式 之后 动画 影像之外 那可能性在哪里 其实刚刚 先铭老师讲到一个 非常有趣的就是 他希望 找到一个 小确性可以发生的地方 你如果 没有用你的 手机去照它 那个小确性 也不会出现 也就是说 我们 把 我们其实 降 用机械 或是自动控制的方式 降低了我们 呃 劳动的负载 但是 我们的乐趣在于 我开始 愿意去跟他互动 互动 成为 这个展览当中 后动画时期 一个 非常重要的特色 它不再是 电脑帮你决定 你要做什么 它不再是其他事情 帮你决定你要做什么 而是你自己必须要去找到你自己的乐趣 你 他纵使 他的那个物件 他纵使是贴在那里 你也要贴近去看他每一个表情 你要往前 往后 那每一个表情 那个整体的表情的状态 跟你近看的那个表情的状态 跟那个物件的组合 那个整体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后动画时期 他的可能性 可能一方面出现在 我们可能有新的 像Maker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出现 每一个人 或者更 更多的业余的 或者甚至是专业的 但是他不需要 以大量的时间 大量的干 去换取 那个一两分钟的快乐 或者愉悦感 他可以开始去从事 小型的制作 然后这样的小型制作 其实 他可以带来新的乐趣 这是Maker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会带来的可能性 另外一个趋势就是说 观众 纵使他没有制作的能力 或是说他还没有想继续制作 他也可以 透过自己的身体的移动 透过自己的一些动作 去为自己找到每一个人 跟别人不一样的乐趣 我觉得这是一个 后媒体 或是说 后动画时代 有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 不是劳动力的支撑 而是一个 新的 小学性 幸福的 热情的 互动式的 一个趋势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状况 不过在这里我就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教大夫 就是 如果是这样子 到底 他之所 影像的位置 或者说他被 呃 他跟 我们传统的 虽然说你 没有很在意 动画整个产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可是 我想大部分的学生们 或是说大部分的艺术家们 其实还是会在意说 到底 那 在影像 跟观众 跟艺术家中间 他到底 要怎么样去调配 自己在 动画产业 或者说 未来后动画产业 那可能未知 后动画 不过这个词蛮好的 不过这个词蛮好的 我喜欢 后动画 好 我觉得 各位可以想看看 以前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震撼 今天也没有可以让你震撼 因为那个画面好大啊 那个声音 好强哦 那 我觉得回答 郭伟伟讲的这个 所谓后动画这件事情 什么东西可以让你震撼 再加上 再加上 什么样的科技 可以让你震撼 我觉得这个答案 就慢慢清楚 就慢慢清楚 好 我们现在 已经不再是一个 纯平面了 只能靠投影 或是只能靠面板的世界 而且 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触感 的东西 有越来越多 可以去 聞到味道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可能都会是 后动画 的时期 代表的震撼 这种可能性 所以 我会觉得 传统的影像 或是传统的作法 它可能也会慢慢被转换 也就是 可能 以后大家要接受震撼这件事情 不再建的 一定要去电影院 可能是在台北艺术 所有的这些东西 插个电 帮你 帮你 帮你弄个什么东西 对 你可能会有 比超乎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更大的震撼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 后动画 会有 我想各位都有个经验 你去了 那个 美国的环球艺人 李士尼 他都跟你讲 4D 5D 一字也会摇 跟你撒水 跟你散光 有没有震撼大 那边 震撼更大 最好还有烧焦的味道 让你点得到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发展 其实就是 在让你更强的感官刺激 所以我想要稍微慢慢的回答 各位的问题 就是后动画 各位看得到 如果你今天 抽一根烟 这个像烟 这个烟幕就是这样往上 你只能用观察跟想像 这个烟对你 就跟你以前不一样 你今天抽完这个烟之后 这个烟会回来 跟你敲敲头 因为你可能有一些什么 sensor或是一些什么 吸引 这个烟的风向的东西 你抽出来的烟 都可以跟你互动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就 就会有更大的刺激 它可能对你会有更大的 所以相对的 无生命的东西 慢慢赋予生命 它不会只有影像 影像应该是老 老时候的这个阶段 新的时代的 所谓赋予生命的东西 所以我们都知道 互动啊 感测啊 就算你做个异致 起来 它可能会给你一个简单的 response 回忆 这个可能都会是 我所谓的animating的 范畴里面的东西 那如果各位可以这样想像 它就不会只是一个 影片工业 它几乎是一个生活工业 它几乎是一个 生活里面 随属可以 可以触及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 或许 所谓后动画吧 可能会要产生工业 后工业 后什么东西 我个人是比较 往这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我的作品里面 其实 它的影像性会存在 它的存在不是主角 它会变成 就是为了我 完成我刚刚讲的 为了这个动画的刺激的目的而存在 所以它可能会有 越来越多的东西的加入 这两件是一个作品 叫做看谁在说话 可以看得到 其实好像有一个角色在 在看证明 它的演技 其实用的是 我们对 哪一种动画的概念 只是我把它转个角色 九十度之后 我把眼睛拼起来 放上那个眼睛的表情 当然我下次 放着那样的表情 我现在你们想要用最简化 纯粹的方式 我们都会看一下 它在这边 你眨眼睛 然后 我们看它下面有光线在变化 基本上呢 它其实 是 声音被这个作品面里面 转换成光线 它其实是一个 由那个 麦克风收音的装置 所以它把声音转换成 光线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来这个展场 你讲悄悄话 你的声音都会被它收进去 它会把你的声音转换成光线回馈给你 所以这个看谁在说话 有点是 它跟环境的声音 在做对话的动静 以前对表情 联想可能这个肤色 你怎么去处理你的肤色 他就化妆 我是透过光线去处理他的肤色 这个肤色呢 是由环境的互动所产生的 也就是其实是环境的声音 帮他上妆 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呈现这样的作品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我第一 所谓后动画时期的一些想法和作法 谢谢